嗨 大家好 我是珠惠 来一下 我公司同事一定要让我拍一期穿搭视频 我说我不 我都120斤了 我真取其辱 我现在是我人身上的体重巅峰 而且我一路穿搭视频 评论就是轻易色的图 真的很图 拍得很好 下次别拍了 但是我同时说 啊 夏天快到了 非要我买几条绝美鲜鱼裙测评一下 直接给我丢来了几个链接强制狗买 行吧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材问题 你中过白 你中右矮 身高159 对外几次跟我宣称160 其中120 对外几次跟我宣称119个鱼 我现在就是只能穿这种 最宽松的衣服 把这个肉 因为我的肉都在中段 胸以下 膝盖上 肚子超大 屁股超大 脖超粗 杀 身上它是一个维维运度的大小 关键比例也不太好 就有些微胖美女 它胖得很凌衬 那也很好看 但我就是肚子比胸大 腿短上身长 跟175的人一起坐着 我的上身都比他长 来吧 第一套 肉丰 荷叶边开刹成裙 走 首先 这个裙子 胖子别买啊 咱这手臂看上去太壮了 这个肚子 放肚子下来的话是这样的 收拾的话 快要爆出来的感觉 因为它非常的包深 咱就是说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但是如果是一点点小肚子的 是可以买的 因为它这个荷叶边 可以遮一点小肚子 但如果你的肚子大小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就像咱这种 就给买了 我就吸不出了 No God 拉进来看照裙子是好看的 但是放肚子也晚 瘦不可以避眼露 我瘦不了了 我要致死了 它还下一头 95加法式复古连衣裙 它们家连衣裙第二名 但是刚买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们家被温金很好吃热搜了 精准采雷 来 试一下 这套就比刚才升级了一些遮肉的地方 比方说袖子更长 遮肉更多 这就没有那么包深了 它下面是宽松的 但是它腰是收起来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胃小 可以完美藏肉 而且它这个裙子也是好看 就是那种大式复古那味 我觉得这套银子只要比我瘦 是可以买的 请给这套银子打分 下一条最贵的一条 一梦铃铜款 300多块钱 而且不包油 我们来看它到底有何稀奇之处 长生走铃 叮叮 牛逼 小衣服牛逼 首先它的袖子是长的 弓壮的手臂被完全遮住了 其次它偷偷卡在这里 但是下面是 偷开来的 我现在完全放松状态 看得出这很大吗 完全放松 不愧是一模一同款 三四百是有三四百的道理的 不包油我也原谅你的 就是任性 小衣服唯一的问题是 我拉不上 上 安马我完全拉不上 sorry啊朋友们 我刚刚看了下模特 它这个是路肩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一点 更hold不住了 但是这条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普适 前两条是 普通人都能穿的 但是这条我觉得有点违和 就感觉应该是那种 大美女 花仙子才能穿这条 所以我给这套个评价就是 大美女可入 下一条是 完全不同风格的一个 辣妹妆 看着就有点可怕 但是我们上身 走 这啥呀这是 我的同事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觉得被我穿出了一种 胃下垂的感觉 我觉得这套没肚子的 也会穿着肚子特别大的感觉 这一看 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要害我 当然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瘦子的话 这套衣服是好看的 稍微有点胖 都不要入这套衣服 我恨你 我的同事 请打分 下一条也是他们家的 我有一种肠绿本 这个好像还挺娘家妇女的少生 旧大币的朋友们 我用了 我不懂 不行 他们家绝对是给瘦子穿 胖子就别买了 但是我总结出来了 夏天想要显瘦 买成就买 一方雷 二高腰 三高下面 宽松 四 袖子遮大币 这样买就没问题了 我不行了 忘了去把衣服换了 本期视频最健康有害 我要去跳游更红了 拜拜